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慧兒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上升 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276點 升18點 心靈成分指數中午收報12469點 升111點 胡森300指數中午收報4182點 升31點 創業版指數收報2766點 升32點 看看恆指 恆指半日到升39點 半日收報19812點 國企指數半日收報6752點 升32點 科技指數半日收報4191點 跌1點 大股成交半日有455億 和大家看看焦點板塊和股份的情況 見到四隻藍籌新貴各自發展 見到上星期五收市後 恆指公司公佈貴檢的結果 中國神話 周大福 漢心製約和百度 都納入恆指成分股 成分股數目由69隻 增加到73隻 並且在9月5日會生效 當中 神話是繼2020年9月 早剔出恆指之後再度染藍 今早做表現 以百度就比較差一點 試過跌的 半日都倒升2.6%上來 表現最好呢 就是漢心製約 曾經最多升大概7% 半日就縮到去埋近4%左右 半日收報16.08 至於中國神話 半日就升到3.2%左右 周大福 半日就升到3.4% 另外看了一些汽車股 看到汽車股 也有些消息出來了 但是發展是個別的 看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18日那天就主持了 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決定延續實施 新能源汽車免徵車扣稅等的政策 促進大宗的消費 將已經兩次延期實施 今年底到期的 免徵新能源汽車扣稅政策 再延期實施去到明年底 預計新增免稅是1,000億元人民幣 保持新能源汽車消費 其他相關支持政策穩定 繼續免徵車船稅和消費稅 在上路權限 排照指標等方面都給予支持 看到比亞迪曾經試過跌 半日就微升到0.2%左右 吉利也微升到0.7% 另外一隻汽車股 自己標升上來 就是2333長城汽車 自己有一些消息出來了 據內地傳媒報導 哈佛H6超級運動DHT 今天就會亮相 消息指出哈佛品牌 7月銷售按年增長7.14% 其中哈佛H6車型銷售 按年增長7.35% 長期曾經最多升超過1.2% 半日都升到超過1.1% 半日收報12.22% 看看業績股 首先看看小米 見到小米職後都要跌 見到小米集團 第二季經調整政利潤 按年跌了6.7% 剩下21億元人民幣 收入是702億人民幣 跌幅達到2成 但兩者都略高於市場預期 但小米股價今早已經受壓 半日跌3.3%左右 半日收報11.28% 是3個月低位 另外看1070TCL電子 見到這隻截到6月底子 中期股東應佔淨利潤2.49億元 按年跌了7.6%左右 每股基本盈利是10.35% 先不派中期息 期內收入是336.79億元 按年都減少了3.59% 見到這一隻 職後股價急跌 半日要跌成1.7% 半日收報4.33% 另外看2688 新澳能源同樣出業績 中期順利31億元人民幣 按年跌了大約1成8 每股基本盈利是2.75% 派中期息64港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8.47% 期內營業額按年升到4成1左右 核心利潤也升到1成1左右 天然氣零售銷售量按年增加了超過半成 去到130.65億立方米 但是2688 即後都要大跌 股價半日也要跌1成1 半日收報107.6 另外看2208 2208即後股價也是一樣大跌 看到集團中期盈利是19.2億元人民幣 按年跌了6%左右 每股盈利是4.45派息 期內收入是按年減少了8.67% 毛利率就降了3.6%去到2成5左右 中期賺少了6% 兼且毛利率跌股價急跌 半日是跌1成3 半日收報是12.82 另外看化肥股1866的表現 看到都出了業績 上半年順利就有9.6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了4成9左右 毛利率只有2成半 下滑了2.92的百分點 股價也是要捱沽的 股價半日是跌到1成4 半日收報4.8 但是今早最多跌超過1成半 創了一個月的低位 低見4.71 最後看來銀股 招商銀行3968的積候表現 看到今年上半年營業淨收入 按年增加6.1% 上半年歸屬於該行股東的淨利潤 就是按年增加1成4左右 都比市場預期好 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 就是2.67元人民幣 看到招商積候 暫時半日未跌0.4%左右 半日收報40.3% 這個環節相片差不多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